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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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之后的数年时间里,伍企攻向秦国的临近,原理数城,一直打到正线,占据河西地区。 魏国在这里设立西河郡,伍企出任首任郡守,可见,其政治才能已经被认可。 公元前389年,秦国被欺压多年,秦桂公忍无可忍,倾尽全国之力集结50万人攻向西河郡,伍企率领5万位。 伍伍优独营敌,秦军大败,被返回到当初的木马之地,甚至有了灭国危险。 魏伍侯上位后,伍企受了魏相贡疏和的嫉妒,被排挤不得不离开魏国,投奔了楚国。 楚国是春秋时期的强国,但此时却被魏国压得喘不过气。 楚德王知道武器有才能,但还是让他先干了一年的边境军守,之后才任命他为另颖,总览军政大权,全面负责楚国的变法。 短短一年时间,变法就起了很大的成效,向南征服了百岳诸族,向北吞并了臣,蔡二国, 之后又大败三尽。当时人这样评价楚国,兵阵天下,威服诸侯。 可是,正当楚国变法风生水起的时候,武器却是的,楚国变法不得不终止。 其实,如果变法得以延续,楚国必定会再次强大,到时候,统一六国就未必是秦国,毕竟武器变法比商鞅变法要早二十多年。 为什么楚国变法会失败呢?其中原因有许多,但就当时而言,最关键的一点是楚刀王的。 去世,楚刀王是楚国历史上很有报复的君主,他非常想摆脱国内国外的困境,却不知道如何下手,朝堂上也没有能臣分忧。 这时候,武器出现了,楚刀王顶着国内贵族的压力,全力扶持武器的变法。 短短一年时间,就贵族势力大减,楚国王族势力增强,效果相当明显。 尽管博力增强了,但是武器也引起旧贵族集团的痛恨。 如果楚的王不死,在他的保护下,武器自然也不会被杀,楚国的变法就不会中短。 只要再过十年,虽然楚国未必能统一六国,但是秦国的境况会更差,历史必然走向另一条轨道。 参考文献,实际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